作词 作曲 李宗盛 一步走 八方平 流光一世 男儿知 英雄梦 岁月如书 江山梦 儿与青 历史如伦 山水天 争起临沾 真英雄 心强百姓 真英雄 防备永固 成天地 五十月 千秋万代 光泰涌城 真英雄 心强百姓 真英雄 防备永固 成天地 五十月 真英雄 心强百姓 真英雄 心强百姓 真英雄 防备永固 成天地 五十月 千秋万代 光泰涌城 真英雄 心强百姓 真英雄 防备永固 成天地 五十月 千秋万代 光泰涌城 表弟 你在这里多留无意 你还是尽快赶回季州吧 省得姑父担心你和这群人的关系 那我就等各位兄弟的好消息 好 现在离黎明前还有两个时辰 大家休息一下 一个时辰之后出发 大家各就各位 准备干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 好 是 军师 此战兄弟如何 抵行阴沉不定有东去之事 七煞破军 移走中宫 主兵凶杀戮 来日中原 必然是多灾多难 连阵右臂正辉 几行飞逐我方 今日之战 极凶难料 王兄 你对这次起义有什么看法 人生在世 只不过是短短数十函数 如今难得结交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 为天下苍生福泽做一番惊天动地的事情 就算王某来日不幸丢了性命 已无悔此生 王兄 贫道有一事十分好奇 想向王兄请教 军师请讲 王兄一手三剑的神迹实称何处 军师为何有此问 王兄一手三剑的神迹乃是北魏皇朝 鲜卑拓拔家族 一脉相传的绝迹绝不外传 而王兄才高八斗 剑文强博 绝非一般草莽英雄可畏 所以贫道对王兄的身世有好奇之感 军师怀疑我并非汉人 是 而且是先被拓拔皇族一脉 对不对 军师 如若我答是的话 你是否会怕我等义族有复辟之心 去王某于义军之外 所谓四海之内皆兄弟 又何来种族之分呢 况且你我如今同在一个屋檐之下 我不想对王兄心存疑问 影响未来的决定 故而只想问个清楚 如果王兄有难言之隐的话 贫道亦不勉强 军师海量汪寒 王某实感佩服 可是天下之人 并非每一个都像军师一样 容得下我这个义族 实不相瞒 王某体内确实流着鲜卑皇族的血 可是以王兄的家庭和才智 怎么会甘心在陆林帮会做一个副帮主呢 我自小就得先父精心培养 自有留人处 之后 我就一名王某党 投入二贤庄 希望一身的财血得以发挥 善儿哥他也对我另眼相看 把帮中的大小事物都交给我来管理 只可惜 我面对一帮粗犷银好 有学非所用之感 希望此次能大事有成 给我机会证明 多年寒窗并未白毒 放心 你的治国之才 终有一天会被人赏识的 多谢军师安慰 军师 王某的身世 除了善儿哥之外 无人知晓 王某希望军师 能够为王某保守这个秘密 避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这个当然 请问王兄的真实性命是 妥拔旺 军师 你满意了吧 拖拔旺 反过来的意义 就是王某党 拖拔旺 王某党 娘 孩子 你穿上这燕灵甲 真有你爹当年的气概 咱们秦家几代都是征战沙场的好汉 你一定不要辱没了秦家的威名 此次攻打禁地关 定要获全身而归 娘 您放心 我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的 我一定会在禁地关等您 来 来者何人 我是靠山王旗下十三太保 有事找你们将军 请你们将军出来 等着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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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下靠山王旗下十三太保秦书堡 请问将军高兴大名 末将华公义拜见十三太保 华将军 你披甲持府出城相迎 而城上的士兵又虎视眈眈 你是否对我的身份有所怀疑呢 末将不敢 只是朝廷委任末将重任 负责镇守金帝不容有失 敢问十三太保来此有何贵干 不如先到府上再做商谈 华将军 不用了 实不相瞒 舒保此来是想借金帝一用 并希望华将军能够弃暗投民 与我等一起为民请愿 推翻当今昏君暴政 什么 你想造反 华将军 想得杨广荤雍无道鱼肉百姓 值得我们为他送命吗 我劝你还不如 关城门 有人造反 驾 关城门 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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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手 你们的将军遗死 你们不必再做无谓的抵抗了 都投降吧 张 妖精啊 你的斧头不是被杨林给毁了吗 你看看 这是化工艺的喧花斧 是斧中之坝 有碎石断金之力 看看合不合手 好斧 好头 军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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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成功拿下金帝了 太好了 我一点算过 脸优俊达带来的兄弟 我们现在有七百四十二人 黄金十二万两 白银七千 米粮三百弹 制石器两座 战马八十 应攻三百 箭矢四千 好 我们趁此机会打正齐号 公告天下 我们对抗朝廷暴政 好 弟兄们 现在还不可以 为什么不行 金帝一功难守 我们军力不足 储粮不够 所以金帝只是一个暂居地 我们必须攻下一个储粮族 有地力的城池 作为长期根居地 那军师有何打算呢 离此西南二十里有一朝廷粮仓 三面环山 占尽地力 一手难攻 如果我们攻下 一定能让天下震动 到时候我们高举一旗 可收事半功倍之效 军师 你说的是有天下第一寨之称的瓦岗寨 对 那你打算何时行动 最迟半月 再晚朝廷的大军就到了 攻其不备 已经不能奏效了 所以我们要夺取瓦岗寨 只有强攻一条路 强攻就强攻 反正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兄弟 都可以以党时 还怕那帮只懂吃饭拉屎的狗兵不成啊 大奈 行军打仗可不是江湖比武 要讲究计谋还有策略 我们还是听听军师 有什么高招和妙计吧 军师 请 所谓群龙不可一日无首 在我们为战地称王之前 我们应该先选出一位主帅来发号施令 平时都是你想计策 不如就你做了 我只能纸上谈兵 行军打仗 我不成 这个人一定要武功出众 而且还有领导才能 这样大家才会心服口服 我提议由秦大哥来干好不好 对 这次攻下金帝关 秦大哥的功劳最大 就是啊 不不不 各位兄弟 我秦书宝何德何能能担此重任呢 倒是善儿哥 你凭着多年统领七省陆林会的经验 无论是江湖威望还是领导才能 都要强过我秦书宝百倍啊 我觉得还是善儿哥是何事人选 此次拿下金帝关 你是功不可没 对啊 再说我们七省陆林 只能干些蓝图简禁之事 说行军打仗 哪能比上你啊 我见将军打仗的时候呢 全都是穿着鲑甲的 你穿着鲑甲 你一定是大将军 对啊 你就来干嘛 好了 就这么定了 大家随我一起参拜元帅 参拜元帅 那书宝 恭敬不如从命 但是 我先跟各位兄弟说明白了 我只是暂代主帅一职 等我们拿下网钢以后 还得另选邪能才是啊 那是我们所选的 便是一国之君了 好 各位兄弟 我秦书宝对于带兵之事略通一二 但是对于策略之事呢 还得让军师来筹谋 所以我请军师代我发号施令 遵命 好 军师的 军令第一条 凡我军者不可扰民 为令者杀无赦 好 王部长 在 你负责撰写公文 告知城中百姓 我们起义的目的 安定民心 是 贾福顺 在 你负责在四周村庄 收购粮食马匹 储粮备战 是 山帮主 在 你速发陆林令 召集附近帮中兄弟 速来筋笛会合 遵命 程耀金反虎 你们二人负责监督铁匠 打造盔甲 弓箭兵器 家座长梯 十日内完成 遵命 刘俊达 在 你负责打探瓦钢消息 五日内回报 我必不负军事所托 十大义十大乃 在 你二人负责守护城门 是 南延平北延道 在 你二人负责在城内巡逻 维护治安 遵命 元帅 你看还有什么补充的吗 我希望把善儿阁带来的人 和原来的士兵配合在一起 尽快把他们训练成 一直功无不克的精兵 好主意 元帅 我的人只懂得江湖斗殴 对于行军布阵 可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要不操练 我还真怕他们到战场上 就像一盘散沙一样呢 好啊 那我把所有的士兵分成八队 由各位兄弟来统领 到时候我们统一操练 好 大家安排停荡之后 就分头行事 半月之后我们攻打瓦钢 好 攻打瓦钢 善行信 是谁啊 王伯党 又是谁啊 不知天高地厚 大闹济南 连抢阵共青的人都劫走了 还有没有王法 来人 在 将他二人缉拿归案 满门抽斩 是 慢着 进诸九族 禁诸九族 离景天下 启离皇上 据臣所知 那善雄信乃是七省盗匪之首 二贤庄就是他的朝鲜 王伯党是他的手下 二人经常率众拦路抢劫 早已恶名远扬 是为朝廷的心腹大患 废话 既然知道这两个人为祸已久 为何不一早歼灭他们 我养你们有何用 你还不派人去抓他们 是不是要我亲自出马 皇上息怒 微臣无能 请皇上开恩啊 皇上 皇上 臣愿意带兵去二贤庄 把善雄信全家挤拿 将功赎罪 皇上 臣以为万万不妥 这里离冀州路途遥远 待从这里发兵的时候 贼兵早已逃之遥遥 兵贵神速 臣以为可命卢毅带兵去办 保准一个不留 可臣只是担心 担心什么 那善雄信 在罗毅的管辖境内 唯非作戴 无人管制 可罗毅却对他视若无睹 任意妄为 多少年来才安然无恙 臣怀疑他们二人早已勾结 无奈罗毅 有先皇御赐的自行执法权 就是臣当年当兵部上书的时候 我不知道什么叫先皇御赐 我只知道现在是谁坐在这龙椅上 我就是要看看罗毅 是听一个死人的话呢 还是听朕的话 传令下去 消去罗毅一切兵权 贬为庶民 皇上 靖边侯镇守兵关多年 功不可没 如今无振无拒 贸然将他贬为庶民 我怕军心不服 臣以为 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剿灭反贼 可先命罗毅 带兵剿灭二贤装 待他大功告成之时 再将他的兵权消掉 至于爵位们 可先于保留 一切是皇上的宽宏大量 好办法 为了表示 朕关注于此事 丞相就由宇文成都 陪同前去宣旨 如果罗毅 有失职之处 或者胆敢抗旨的话 你们看着办 臣遵旨 爹 为何不让孩儿去抄 善雄信的家 他多年围盗 家中财富定有不少 为何将这等美差 让给罗毅呢 他是有不少的钱财 但他把劫来的钱财 都振寄给了那些灾民 只落得个好名声 爹 这也应该给大哥 先立功的机会啊 这你就有所不知 此乃一石二鸟之计 一石二鸟 罗毅速来和我不和 天下的自命侠义者皆不耻所为 而善雄信的七省陆林会与他为敌 他兵权一消 即身败名裂 以后的日子就不好过了 万一他固存名节而抗旨的话 成都便可将他铲除 那个时候 炎迹之地便落入我们的手中 哼 爹 我倒是希望他抗旨 我也可以试一下弯刀银枪 燕云十八旗的威力 咱者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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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 小兄弟 在下又及时赶路 马匹不支 在路上暴毙 能否借一匹马给我 这可不行 我们的马也刚好够用 不如这样 我们载你一程到城里去 再买一匹马 来不及了 大哥 人命关天 求求你了 这 大哥 这是在下的家传玉佩 价值连城 我只求跟你换一匹好马 喝一些干粮和水 这可是周玉 你拿着它 可以买三四十匹千里明居啊 我只求一匹 求求你了 我们是生意人 没理由有钱不赚 好 那就成交 承计 三小姐 哎呀 三小姐 哎呀 三小姐 你要去哪儿啊 我在家都快闷死了 想到出车城 换一会儿散散心嘛 很快就回来嘛 不成不成 二庄主吩咐过 没有特别的事情 不让你出庄 要你照顾二夫人 哎呀 何伯 我在家都快待半个月了 再说 二嫂他已经睡着了 你就让我去吧 何伯 真的不成 我保证啊 天黑一节一定回来 哎呀 那也不成 何伯 哎呀 这万一你又在外面闯祸了 二庄主怪罪下来 我可担当不起啊 能出什么事吗 哎呀 二哥 你回来了 三小姐 三小姐 回来 八伯 我早了 再见 哎呀 七毛胆子 便宜卖了 哼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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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围泉庄 任何人不得出入 你们想干什么 善雄系率众在济南劫狱 图谋造反 我奉皇上之命 将庄上义干人等带回济州 等候钦差大臣审判 二庄主造反 把他抓起来 是 走 你们干什么 走 放开我 给我进去 跑掉任何一个人 军法从事 是 二夫人 二夫人 你慢点儿 走 往里面去 来 慢点儿 二神 怎么样 你怎么让了 二夫人快生了 得想想办法 是 走 走 走 好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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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 快点儿 跟上 快点儿快点儿 走啊 走 快点儿 快点儿 快走 走 给 这算没什么好玩的 不加算吗 少了 少了一个 少了 少了 少了一个 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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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放开我 你 你放手啊 放手 你放开我 你干什么 冰冰 你没事我就放心了 你说完了吗 你不能回去 别拦着我 让开 冰冰 你先听我说 山帮主已经在经地关造反了 什么 二哥造反了 对 还有我表哥 他们叫我赶快过来 通知你们快逃走 可惜我在路上出了意外 到的时候 他们已经被抓走了 我看你不在里面 所以在这儿等你回来 他们被什么人抓走的 往哪个方向走的 我也不知道 我只看到他们往东北方向走了 你要去哪儿 我要去救他们 不能去啊 现在只有我们两个人 确实白白送死 那怎么办呢 我们先跟踪他们 打探清楚以后 再从长计议 走吧 启禀将军 城外有一位随兵的将士 前来求见秦元帅 好 先下去吧 是 穿军服的 会是谁呢 不用想了 让书宝看看就知道了 王莽 秦大哥 王莽 秦大哥 王莽 你怎么会来啊 我听说有人造反 还供下金帝关 我一打听啊 原来是你干的 车布 我把弟兄们啊 都带来了 好 秦大哥 你可不够意思啊 要造反 也不知会兄弟一声 军中啊 正少你这样的人才 军中的职位随你一跳 好 那咱们走吧 走 天下可以打干一场了 是啊 元帅 经过我和兄弟们过往几天 在瓦岗寨外所取得的消息 我相信城内的守兵 已经知道金帝是守 也知道元帅你 已经判决了杨林 为什么 你们会这么肯定呢 据城中的百姓告诉我们 最近几天城内的防守 突然变得异常严密 所有的城内百姓 都要靠身份证明才能出入 城门的守军则手拿一张人像 严密坚守过往行人 只有向附近的百姓套闻一些消息 有什么收获吗 瓦岗寨三面被高山环绕 城墙高约武藏 城内有两兄弟 马宗马有周防守 但守军却只有两千 他有天下敌债之城 怎么可能只有两千守军呢 俊达你不会搞错吧 开始我也有所怀疑 但经过我仔细调查 的确只有两千 两千也好 两万也罢 但方法只有一个 那就是正面强攻 王兄 你传令下去 云梯改造成六张 好 如今历城屯加上二哥带来的弟兄们 我们的人数已经达到一千三百多人 而王猛一军久经训练 我想由他们作为进攻的主力 善二哥 这几天你要加紧训练兄弟们 用云梯抢成的战术 王兄 你去检查一下盔甲和弓箭的数量 好 如今瓦钢历程都知道我造反了 我相信这个消息不出七天 就会传到京城 咱们的时间不多了 大家抓紧时间准备 十天以后 我们拿下瓦钢 快走 走 走 不许过 快走 走 快走 快走 这人快点 等一下 驾 走 打 驾 快点跑 快点快点 别动 别动 慢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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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跑 走 走 这不是去季州的路吗 是 记住是你爹的地盘 那么我的家人就有希望了 是不是 等我们回去 问清楚情况以后再说吧 是你爹 你说是不是你爹装的他们 你说呀 你先别激动 听我解释 我明白了 你骗我 根本就是你爹装的他们 你还跟我装什么好人 说想办法 你根本就没想过帮我 你听我解释 我要是不想帮你的话 我怎么会去给你报信呢 那你可以回去跟你爹说 他们是无辜的 就他放人呢 我回头会跟我爹说的 好了 冰冰 等回到记住以后 我一定找爹问清楚了 我就再相信你一次 这件事 就看你的了 冰冰 走了一整天 你要不要吃点东西啊 我哪有心情吃了 你饿 就自己去吃吧 我也不饿 要不你先休息一下 我回趟家 问爹有什么情况 求你爹放了我的家人 我做牛做马 报答他都可以 冰冰别这样 来 你先休息一下 我马上回来 你快点回来 我等你 什么 笑我兵权 不可能 你还是自己看啊 为什么 当年我归降之时 先帝曾许我三个条件 你也懂得说是先帝 可是先帝已故 他答应你的条件 随他而去 你现在效忠的是当今皇上 君要臣死 臣还能活吗 还是把兵符交出来了 罗姨啊 皇上对你已经特别开恩了 你勾结善雄信 为非作歹 皇上只是废了你的兵权 还留下了你禁边侯的爵位 你应该感谢皇恩浩荡 才对啊 我勾结善雄信 你有什么证据 罗姨 二贤庄在你的管辖之内多年 你不会对老夫说 你对善雄信为非作歹 一无所知吧 你为什么不想他 为什么等到善雄信 起兵造反皇帝下令 你才行动 这不是勾结是什么 无证无据 我以什么罪名争交他 肯定是朝中 有某些禅臣要陷害我 我要上京面圣才行 所以你的便 但是要等到你 见证了善雄信全家以后 才启程吧 不可以 他们还没有审判定罪 再说 一个人造反 为什么牵连全家 你就认了吧 你不忍心下手 就是你和善雄信有关联的证据 废话 我是个军人 不是刽子手 我情愿器官不作 也不会做这种天理不容的事 要斩 你自己去斩 那好啊 老夫就替你兼斩 不过现在你还是冀州的主侍人 老夫会把主侍人的位子留给你 你想和善雄信满门朝长的识托关系 别想了 成都 我们走 奸臣当道 你说什么 你说谁是奸臣 清者自清 浊者自浊 如果你不服 请亮出你的弯刀来 成都 你跟一只掉了牙的老虎叫什么劲 他以后的日子 好过着呢 老爸 哼 爹 爹 妈 你回来了 承儿 你爹的兵权被削了 我刚知道了 为什么爹 宇文化级在皇上面前污蔑你爹 多年来勾结善雄信 纵容他们无王法 胆大妄威 竟敢在济南劫狱 爹 你为什么不解释呢 你如果跟善雄信有关系的话 他们为什么不想一想 你难道还去二神庄 把他们全家老小的抓了回来吗 欲加之罪 何患无辞 你怎么知道的 刚才我碰到朱副将 是他告诉我的 我问你 在舅母的寿宴上 你有没有见过善雄信 我见过 这个书宝还这么执迷不悟 还和他们往来 这会害死他的 你救魔的寿宴是初三 济南被劫是初五 我问你 杰玉的事你知不知道 孩儿知道 有没有份 没有 那书宝呢 表哥他 说 表哥他没参加 他只是负责引开杨林 为什么你不劝他悬崖勒马 有他做出这种大逆不道 犹如祖宗门庭的事 表哥只是为了朋友 他连杨家太保的官位都不要了 我觉得他这是意其所为 意其所为 他就是结识了善雄信这样的朋友 才误入歧途一错再错 以后不许你跟他在一起 老爷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还好没人知道你和秦家的关系 以后 我们要跟他划清界限了 不划清界限也不行了 表哥已经攻下了金帝关 高举一齐造反了 什么 书宝举齐造反 你老实告诉我 你有没有参加 没有 表哥怕连累我们家里人 把我赶了回来 告诉你 如果让我知道你和谋反有关联 我一定和你断绝父子关系 诚儿不会做那种不忠不义的事的 爹 你现在没了兵权 以后打算怎么办 皇上虽然削了我的兵权 但仍然保留我的爵位 不忠权 暂时 燕纪两周的事务还是由我处理 我打算 明天处决了山雄信一家之后 什么 你要斩山雄信全家 不可以不可以绝对不可以 他们还没有受审 为什么你要先令他们死罪呢 再说了 山雄信一个人造反 跟他家里人有什么关系 一定不可以爹 你以为我不知道山家老小是无辜的吗 但皇上下令要斩他们全家 而且派来语文化吉做奸斩 我还能做什么 求求你 救救他们家里人 承儿 你这是干什么呀 你这么担心山家 你跟他们是什么关系 没有 什么都没有 只是 屠杀几十个手无寸铁的老弱又如 您忍心吗 我不忍心 但这是圣旨 谁都知道 违抗圣旨会有什么后果 爹 你要知道 现在燕姬两队的人马 大都还听你的 只要你一声令下 我们就可以救下山家几十口人 然后你自立为王 对抗昏军暴政 为了山家 你居然叫你爹谋反 阳广道行立施 行政暴敛 滥杀无辜 天下凡是有良知的狭义人士 谁不想反他 太逆子 你这样做 不但害死你爹 害死你娘 还会害死我们全家 畅儿 快向你爹赔个卜士 你 冰冰 怎么样 我的家人怎么样 什么时候开审啊 干嘛不说话呀 你说呀 他们 明日午时 斩首失重 你说什么 斩首 是圣旨 我不管 我要去劫狱 劫狱 你去哪劫狱去 刚才我假传军令 想把他们救出来 但是 他们却被从京城来的 钦差给秘密送走了 那怎么办呢 他们是无辜的 我不能眼睁睁的 看着他们惨死 二哥出门的时候 我还答应他照顾二嫂呢 你先别哭 一定办法的 我们可以接法场了 接法场 可我们就两个人 你去不去随你 我是一定要去的 冰冰 好 我陪你去 走 我陪你去 了 我陪你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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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陪你去 我陪你去 陪你去 我陪你去 陪你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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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陪你去 你去 陪你去 陪你去 你去 陪你去 中间的是我爹 旁边两个人 我没见过 应该是朝廷的钦差大人 我是宇文成都 这位是我爹 宇文化吉大人 也就是当今的丞相 宇文化吉 这个奸贼 我爹的兵权 就是让他给消掉的 我们侍奉皇上之命 来冀州审问这些 在济南作乱的反贼家人 二贤庄在冀州为祸作恶多年 靖边侯以安抚为主 稍作姑息 这帮反贼居然斗胆截走朝廷重犯 侯爷忍无可忍 主动出兵围剿 昨天夜里将一干罪犯全数捕获 并与本相连夜审讯 证据确凿之下 善雄信反罪成立 并判满门抄斩 原来是你爹抓了他们 难怪你不去求他放了他们 不是 他是诬陷我爹的 善雄信侥幸逃脱 捉到的这些人就是他的家属 一人造反 祸及全家 以后谁要敢图谋不轨 这就是他的下场 罪犯家人 你们认不认罪 你们有什么话说就大声说吧 想让他们说话 等来是吧 为什么 我爹最讨厌死囚犯 临行前叽叽咕咕的 给了他们每人三碗红辣椒汤 这倒好 别说讲话了 不出一个时辰 连吭声的气都没有了 成都 你太狠了 过奖了 不服的话 我倒想试试你的弯刀 别啰嗦了 时辰已到 好 侯爷 执行吧 不行 我要去救他们 不可以 不要着急 七神陆离一失 给我上 苏氏兵给我听好 放他们进来 看他们能不能过得了 我宇云成都这一关 给我上 快走 苏氏兵 苏氏兵 俊贾 宇云成都 我跟你变了 慢着 苏氏兵 宇云成都太厉害了 连我爹都不是他敦手 王爷 你看小儿 宇云成都的武功如何 听说令公子也是力敌万人的高手 比起小成都 你觉得怎么样 犬儿 哪有成都将军那么厉害 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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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爷 我看可以继续行刑了吧 你觉得这事怎么样 二哥 你没事吧 没事 不知道为什么头有点发晕 可能是因为明天开战 太激动了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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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沦落封城 泪洒千年 藏天恨 道是红颜多过敏 还已当年 再续情愿 愿天下永太平 再爱已绵绵 美好因缘不难却 炊意当年 要续情愿 愿天下永情人 再爱已绵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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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爱已绵绵